今天呢我们来做炸酱 我们要把这个炸酱所有的配料呢都应该切成丁 豆腐干还有肉都切成丁 我们把毛豆呢先洗好 切一点葱姜蒜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肉丁下锅 先把它炒一炒 先把它加热了以后呢 我们就放入葱啊姜啊蒜啊 都放进去翻炒 让它炒出下味以后 我们再放入豆瓣酱 炒一炒 翻炒均匀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料酒 然后盖盖子焖煮 煮个几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倒入之前已经洗好的那个虾米 再倒入呢 切好丁的豆腐干 一起翻炒 然后呢加一茶勺糖 二分之一茶勺的盐 再加一大勺的生抽 一大勺的老抽 再加一杯水 盖盖子以后焖煮 煮开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搅拌以后放入毛豆 毛豆放进去以后把它煮的时候要稍微时间长一点 加完毛豆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盐 就盖盖着焖煮 煮三十分钟 起锅之前呢我们就放一点辣椒丁 就各种辣椒都可以 黄椒红椒青椒都是可以的 这道菜还是非常好吃的 也下饭 再一个比较简单 味道还是不错的 你平时一次会烧很多放到那里 以后呢 就是每天吃的时候热一下就可以了 这算是一道简单的下饭菜 也可以说是一种小菜吧 这种菜无论是吃米饭还是面条和稀饭都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跟着试一试吧 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关注北美生活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